我们已到门来 喂 阿玉啊 他们都走了 你怎么还没收工啊 哦 我 我在点货呢 啊 阿玉啊 帮嫂子一个忙好不好啊 我发现你真是有劲 你看大年 搬那么一会儿就是腰酸背腾的 你还真不错 哎 你要是腰酸的话 回去我给你揉揉啊 好啊 哎呀 我跟你开玩笑呢 你还真当真啊 傻样 认识 认识 哇 这一道黄瓜西红柿 小孙你今天下猛料呗 哈哈哈 小孙煮煮的方便实在是天下一绝啊 来来 等会儿 新肯定安育成英丸 你挤猴猴了干嘛 啊不用了 我从来都没吃过这个 哎 从来都没吃过啊 啊 我我 哦 偶尔 偶尔 哎呀真是真可怜 方便没吃过啊 老正啊 我跟你说啊 现在的阿玉自卑心灵很严重 所以他的自尊心特别强 你不能老是这么嘟嘟囔囔的 你知道吗 嗯嗯嗯嗯嗯 程程 孜天 迅速摸清监柄企业的数据 发给我 明白 这不是文士的老婆 他在这干什么 你怎么来了 你吓死我了你 我 走 跟我走 为什么 为什么你那么恨 那么恨文向天 这 已经是我告诉 第三个本了 那个文向天 找你惹你了吗 那也别说 原来是个福利院 就是因为这个国外 回来的什么公子 一句话 他做什么学校 福利院就没帮到 本门外去了 我就是让他知道 不要以为有点钱 就可以作为作福 在这个世界上 有的是 讨厌他的人 有的是救他死的人 怎么了 你没事 跑的 我告诉你啊 我一直有个梦想 只有一天 我那个回向天看病 这个人的心里 绝对有严重的心理问题 你喷什么 从今天起 你就是我的人了 啊 以后 你就是你姐啊 要谁谁敢欺负你 跟我说 小孙儿 你看你又给我拿这么多东西来 真谢谢您 不带东西好意思来吗 喂 你把超市东西都拉过来 你可知道不疯了 没事 我自己掏钱买的 自己买的 孩子都能干嘛呀 走 玩家 玩家 这几个孩子都是被拐卖的 警察在帮他们找家 暂时寄托在这儿 到这儿的小孩 很多都有心理阴影 我能做的 就是让他们不要一辈子被阴影折白出 所以你学心理学啊 小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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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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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带来看你们的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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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用你这样的姐姐 真幸福 这些孩子很可怜的 所以我就希望他们的童年能够过得特别快乐 特别没有遗憾 可是现在福利院还有三十万资金的缺口 要不是那个死有钱的文显天 孩子们肯定悔过得更好 以后我没事过来的时候 你也跟我过来 当我讲道理的时候呢 你也在旁边听听 这样说不定可以归分你以前的记忆 知道吗 走 回家 市场部的资料都在这个文件夹里 还有 这里有我们几个大区的营业报表 每个季度呢都会汇统在我这里 到时候你应该了解的滚瓜烂熟 怎么了 你是不是不愿意我跟着你 别瞎想 子天 我不会给你添麻烦的 如果有什么我不会的 我会很努力的去学 弟弟 我当然愿意天天和你在一起 而且你爸爸现在给我们创造了一个很好的机会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知道你非常爱你爸爸 可是爱的方式有很多种 你不一定要这样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为什么在我带你去见向天的第二天 你爸爸又找到那个超市 你怀疑我告密 我也不愿相信这是真的 可是我理解你对爸爸的感情 但你有没有想过 你这么帮他有可能间接害了向天 我没有 工作 这个事情已经得说清楚 你以为我去当你的助理是为了帮我八次万情报是吗 有的时候你不经意的一句话刘品的泄露很多机 尤其是在你爸爸面前 所以我是在提醒你 千万要休息一定要等你 你 干什么呢小铁儿 有蟑螂 快来来 快走快走 别当你心啊 等一下 快走走走走走走 都什么事了 啊 那个那个我们刚才喷喷喷蟑螂的时候 喷到客人了 竟然是往眼睛里面喷的吗 对对对对不起 实在对不起 来来来你往前走 我我我带你去抽眼睛行吗 哎你别用手啊 哎 来我自己来吧 别动 这眼看看好点没 怎么样 没事吧 没事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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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啊 我我们大扫厨呢 那个啊 没关系没关系 谢谢 谢谢什么呀 都是我我们不好意思 对 没关系 聊什么 啊 杀虫剂喷到客人眼睛里了 冬瓜 回向天送钱来了 这下可好了 小孙儿 咱们福利院资金缺口补上了 补了一大笔钱呐 他怎么会 文先生还说 将来啊 他长期关心咱们福利院的孩子们 你看院的这些玩具 是他刚给送来的 他刚走 这些玩具 别拿着 文先生 是你啊 我们又见面了 你们两个认识啊 那要是你送文先生吧 再见 再见 怎么会是你啊 你你那天怎么怎么会去我们超市了 我就想去看看到底是谁这么大胆 敢给我立座坟 你你都知道了 哎 那个 文先生 我我就是想说吧 虽然你给我们 那个福利院捐了钱 但我们福利院从那么繁华的地方 就搬到这来 给小朋友带来挺多不方便的 所以绝对 您有责任 你这是在批评我 对 钱 不是万能的 你不是什么东西都是有钱能办到的 虽然你给我们那个福利院捐了钱 但是 但是他不能够弥补您犯下的错误 除非您能够让我们福利院回到原来的地方 并不是 我们中兵 还是我们的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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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那個文總 好好考慮考慮啊我等你答覆 阿玉 他扶著我 我腿都軟了 怎麼了 剛剛居然跟文翔天談判 哈哈哈 哈哈哈 顧不顧 請進 我打開看看 你最愛吃的 你現在不願意 你也很愛吃嗎 你會不會 我還記得嗎 小的時候你一不開心 我和向天就用這個討好呢 向天怎麼樣了 哎 哎 還是那個樣子 現在已經完全過上了另外一個人生活 好了 別想那麼多了 快吃吧 吃飽了還要戰鬥 什麼戰鬥啊 你今天晚上可是要跟我一起加班 整理資料應付明天的談判的 你不是我的助手嗎 啊 加油 來了來了來了 結果 誰來了孫子啊 您來了 小碎在吧 嗯 剛回來我就趕緊給您發信息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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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拿呀 怎么这么贪心呢 让你抽的 真是没见过事 就抽一张啊 谢谢孙老板 人家帅不帅 什么人家 我是问你我帅不帅 你 这还用想啊应该脱口而出的 咳咳 咳咳 没骨气 这要在以前准是个汉奸 孙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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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没来咱们超市了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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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啊 走 走 干活去 对不起啊 我最近太忙 请我吃饭的人太多了 您大老板肯定饭居多 开玩笑 我刚刚吃完鱼翅泡 哦 呦 鱼翅 鱼翅还会碎牙耶 哇 这么大根鱼翅啊 那条鱼肯定十二米长啊 哈哈 我就喜欢你这样的 小碎呢 小碎啊 这个 哎 小 他刚刚还在这呢 阿玉 阿玉 找小碎 快 快快 小碎 快 嗯 嗯 哎 上个星期啊 我去文家喝咖啡 咖啡那个香啊 冻冻就提他在文家喝咖啡的事 这么恶心 你哥让你到楼下去 孙老板来了 跟我说我不舒服 回家去 不好吧 就什么不好的 我就不想见那个人 小碎 小碎 钻石 钻石 小碎怎么还不来啊 嗯 如果要亲自把他带在他的手上 不 哎 行我来了你可以走了 你终于来了 我给你十秒钟 你要是不离开这 我就把这个石头扔出去 一 一 二 嗯 哪啊 我走 三 五 六 没 四 不是 别这么没理想吗 这是他给我的 我知道 小穗 你怎么不要呢 这钻石石很贵了 我告诉你孙大 是以后你别拿这种东西来哄我哥 为这事我跟他吵了多少架 你知道吗赶紧拿走吧你 你哥已经答应我和你订婚了 他答应了你找他结婚 就我没答应你找我干什么呀 小穗 求求你了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 就三天谈一下 我刚上了两个菜咱们一起尝一尝 哎呀 你你错过我会后悔的 哪找我这么出色的钻石王老五 你真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自恋的人 小穗 你得跟我说清楚 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绝我 是不是 有了别人 小穗 你为什么不给我介绍呢 你 你是谁 我是小穗的男朋友 我怎么不知道呢 哦 这个不怪你 你我刚决定追想 小穗 嗯 嗯 嗯 哎呦 好痛啊 你吃啊 没想到你还有这一手啊 你这个餐厅应该开到大城市去啊 用招你管 小岁你吃啊 我吃饱了 饱了 那结账 结账 结什么账 我请小岁吃饭 让他结账 这不是伤我大嘴巴吗 别那么客气 小岁啊 是我女朋友 我和我女朋友吃饭 怎么能让外人结账呢 嗯 那个安月 我没带钱 你当然不用带钱了 钱 我有 给我等他 怎么了 还跟我们打折啊 哎呦 太客气了 我告诉你 不管你是谁 这个女孩 我追定了 有勇气 识相点 在我没有生气之前 坐开 我真想看看你生气的样子 看见就晚了 今天晚上你会做噩梦 你会生不如死 下十八种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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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看明白了吧 好啊 Bender知道吗 这是十九世纪著名的画家 Bender的作品 现在在国际市场上 价格找的非常高 他的作品宁静 优美 这在世界上是独一二二的 就挂在你面前 好像是挺好看的 阿玉 可惜啊 是赝品 你说什么 这是赝品 我就恨这种不懂壮动的人 你对了一句 真品只有一幅 我在文家见过 就挂在文向天的书房里 你真是文先生 我们啊 何止认识 经常见面啊 这幅画呢 是他在2005年春季拍卖会 亲自拍下来的 就你这穷样 文家的大门在哪你都不知道 他竟然敢说自己认识 不是他的文先生 说什么 哎 那个 参加上 这种照片在哪拍的 这是在牛津最著名的图书馆 是吗 你知道了 我这个人最喜欢文化了 总去那些有发气息的地方 哦 这不是牛津图书馆 你说什么 这不是牛津图书馆 这要不是牛津图书馆 我就从楼上跳下去 要是呢 要是呢 要是 你干嘛 小四呀 我最讨厌这种不懂装懂的人 狗嘴里插牙 冲什么像啊 你有文化 一身凶酸气 小四呀 你看 这是我在著名的剑桥找的 那个是在法国巴黎 这个在 伊大利 小四呀 这才是牛津图书馆 你 你拍的那张不是图书馆 来你看 是池塘 怎么了 抽筋了 骗子 你今天呢 犯了一个错误 就拿英国说事 我呀 在英国牛津 留学四年 那里呀 每季飘着什么味的花香 我都记得住 你怎么说话 我真是错看你了阿姨 你怎么现在学得 谎说张口就来啊 你不也希望我想办法 逼退这个骗子吗 那我不希望你撒谎啊 你说你是什么 认识什么文向天 说你在英国留个什么四年学 你以为人家 孙大师是傻子啊 你还做出内部嘴脸 那我不是 以其人之道 还制其人之身吗 要不怎么灭他 我告诉你阿姨 用别人的缺点来治别人 就等于把错误 重复两遍 你知道吗 你给我复述一遍 用别人的错误 啊不对 用别人的缺点来治别人 就等于把错误 重复两遍 你给我严肃点 再说一遍 用别人的缺点来治别人 就等于把错误重复两遍 我最堪的就是 分拿手拿钱来打我们家 打我哥哥 可是像你这样 用别人的错误去打别人 更加罪不可赦 小 小岁 小岁啊 还有啊 你当时为什么 一定要打住脸充胖子 抢着去买单啊 你知不知道那顿饭多少钱啊 你一个月工作是多少 你钱哪来的 你发给我的工资啊 那是你的血汗钱 这一顿饭就吃掉你一个月的工资 请你吃饭总行吧 和过让孙达上请客 会让你更不舒服 算你了解我 是吧 还是要谢谢你 谢我什么 替我整着那家伙啊 还是满解气 你当时为什么说 是我男朋友啊 集中生智呗 只是集中生智 嗯 嗯 回家 哦 哎呀我不嫁 啊 美丽听歌说啊 你嫁给她的话 你看不愁吃不愁穿 以后这个钱的问题呢 根本不需要烦恼 少分到二十几年 有什么不好呢 哎呀 我说了我不嫁 我不嫁 我不嫁 我去了两个小时了 每次孙大生来都这样 嗯 我说了我不嫁 哎呀呀呀 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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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吵死谁了你 这吊金龟去多儿想的明明傻呀你 那嫂子你呀 谁叫你去吊啊 哎 我告诉你啊 我就是因为嫁你哥家太早了命苦 要不然我也找一个去 听见没 说实话 你你你你怎么这么说话呢老婆 我这劝你妹 你听不出好来话来啊 不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这话绝对是真的 按照心理学上的分析 人一旦在脱口而出的情况下 说出的话 哎不是 都是内心深处最真实的话 你别死啊 你山方点火你挑拨离天 你傻你 嫂子你听我说 我哥吧 其实他也有心理问题 他为什么这么一直劝着我让我嫁给有钱人 实际上也是为了他内心深处一直没有完成的一个遗憾 你什么遗憾 我哥啊 很多年前差点就去了一大家闺秀 你这屁 现在他俩还联系上 我我我我我哪我哪我哪有 你出去 把门关上 他他他这个骗人的没有 没有没有 坐 快坐坐坐 态 哈哈哈哈 哎 大隔壁 哎呀 在这儿干活呢 哎 来 大家都过来 我给大家啊 介绍一个吹牛大王 他竟然说 跟文向天文先生是朋友 还是他身边的大红人呢 你不会是在文家打扫卫生吧 打扫卫生不可耻 尤其是在文家 不得了 好啊 谢总 您好 您是 您把我给忘了 当年给老夫人送受礼的时候 您在门房请我喝过一杯咖啡啊 哦 哦 好像是 原来是这么个喝咖啡啊 啊 费什么话啊你 对不起 我忘了 哈 这个 您这种身份 怎么来这种小地方喝咖啡 呃 呃 我路过这儿 买个饮料 我请您喝咖啡 在这种小地方 只有我的餐厅才有好咖啡 不用了 呃改日吧 呃再见 啊 谢总慢走 谢总 再会 你说你在这儿收拾 赶紧跟我一起去吧 夫人对你不放心 特意让我来看 谢总 您怎么找来的 我儿子能找到 我怎么不能来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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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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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要 你没有钱怎么行 在这儿说过 谢伯 我有句话 您可能不信 在这儿 钱不是那么重要 有很多东西 是钱无法实现的 我怎么一会儿 不再就出这么大乱子 你们怎么不拦着他 妈 你们都没看见 那阿玉让那孙老板内通损的 要我一头撞子算了 完了完了 你说过阿玉心理上有很大问题 她会不会想不开啊 那快去找啊 你 你有病啊你 你跟孙大胜跟他一般见识干什么 你寻死了 你脑袋超了你 我就是寻死 我不活了 我跟你说 孙大胜这人 他 他故意气你的 你不用跟他一般见识 他是什么人 你是什么人啊 不是因为他骂我 我是担心他 以后还会对你纠缠不休 逼你嫁给他 虽然你现在不喜欢他 可是 也可能挡不住老板 忍磨硬泡啊 我怕总有一天 你会走到他身边 而且他有钱啊 你傻呀 这个世界上又不是什么东西都能拿钱买到 再说 嗯 管我以后老公有钱没钱 我想好了 日子总要都过得开开心心的嘛 那以后他万一 他继续骚扰你怎么办 你保护我呀 哈哈哈哈哈哈 放心好了 我就是死也不会嫁给他的 真的 你保证 你 他干嘛那么在乎 我嫁不嫁给孙大胜 那你刚才为什么 那么担心我 哎 我都说了不会嫁给他的了 谢谢你啊 你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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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我们来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的 啊 迪迪 这么晚了还没走啊 来 先坐 有事 是 我在你办公室发现一份资料 是关于我爸爸的 啊 那就是公司的一份简报是公开的 谁都可以看得到 可是每天有上千份报表 为什么你搜集我爸爸的 一定 你在调查他对吗 子天 他毕竟是我爸爸 你不要跟他对着干好不好 你说过 你说过不管我做什么 你都会支持我 对 我是说 所以我先来找你 而不是先去找我爸 子天 夹在你们中间 我真的很难受 我爸爸他年龄大了 他不会在闻事干多久了 你就让一让他 不要再跟他对着干了好不好 好 弟弟 现在不是咱们小时候玩国家家 你知道吗 你爸爸现在正在把自己的势力 一步一步地伸透进整个文室 像天又不在 能够代表文室利益的 只有我一个人 你说我该怎么办 你不在调查你爸爸了 好了好了好了 我答应你 不再调查你爸爸了 好 我是不是太自私了 嗯 是不是让你为难了 是有点为难 可是没办法 我必须要舍弃一样 谢谢你自天 谢谢你自天 你呢也要答应我一件事情好不好 我调查你爸爸这件事情 别告诉他 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 好吗 嗯 一定要想办法 给他干走 呃 但是孙总啊 以您这个身份 有这个必要跟他一般见是吗 废话 你没发觉 从这个小子来之后 小碎就不理我了 你是他亲哥哥 你没有发现吗 呃 你的意思是说 我妹喜欢这个穷光蛋 小碎是什么人 母亲泛满 爱心四溢 谁可怜 他就同情谁 这个小子不简单 他装疯卖傻 就是为了 要换取你妹妹的同情 我断定 他是个骗子 有那么严重吗 哎 你 你向着他说话是不是 好 好好好 以后 我也不来找你了 你也别求我办事 把我以前送的东西 都还回来 别别别别别别 别这样 有话好好说 孙总 其实 你说把他撵走 很容易的事情嘛 对不对 老实跟你说啊 自从那小子来了我们那之后呢 我也没什么好日子过 所以这个时候 我认为 国仇家恨 一起报 阿玉 进货这事 靠你了啊 完全信任你 老板老板老板 你看啊 阿玉平常呢 这脑子傻乎乎的 对吧 你让他办这种事 肯定办不好 要不然这样吧 让我办 我踢他去 我踢他去 我问你了吗 没有吗 是不是 别啰嗦啊 一路顺风 问我的车呀 再见啊 我啊 打电话 打电话给小岁是不是 给我 给我 干活 干活 去 什么 我哥陪阿玉这还回去了 他疯了吗 是冬瓜脑袋告诉我的 老板 还不让我们打电话呢 我这是躲起来打的 要出事啊 小岁 那你告诉他去哪个点了 谢谢啊 行吗你 行 我来吧 我天天干这个 对了 子田 我托你办的事情 你有眉目了吗 啊 我去找过那个包工头了 看来是咱们错怪的 他并没有脱工减料 他从福利院那儿 只得到了十五万 什么 上次我以你的名义 捐给福利院三十万 看来那一半 全进了福利院院的交部 都可以购捐给福利院 感谢观看